嗨 嗨 歡迎回來今天我們要來開最新的BT10 然後這次我們主打的是第六代的數碼寶貝 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然後這次我們的那個secret卡 就是我們SEC的數碼獸 是我們的Sharmon King跟我們的Jesmon GX Jesmon GX應該是大家其實如果有在追Digimon的人 不是說動漫啦就是如果你有在follow他們的消息啊更新 他們圖鑑的話你們應該會知道GX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存在 然後相信Jesmon大家都感覺是這個Bandai Digimon開遊戲的親兒子 因為他們已經推他推到一個很不行 因為BT15們會知道有可能會出NDX的Jesmon 但是卻沒有想到會挑一個GX出來 就非常的不可思議覺得 而且兩張的secret都是紅色 然後突然覺得黃色跟青色是蠻可憐 因為從BT4開始過後就沒有看到黃色跟青色的secret 一直都是紫黑紅藍 藍也沒有吧我覺得 藍也沒有BT4過好像藍也沒有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沒有什麼印象因為出了太多蛋了 這個第十蛋一週年 兩週年了吧我覺得 是吧是兩年吧 我們首先來開開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然後這時候我們也有新的系統 就是Digi Cross 這次我們的BT10也會跟BT6一樣 它會有一個特別版的卡 如果你夠幸運的話 你會開到一個黑晶版的Alpha Amon 然後那張東西我覺得它應該是沒有 Omega的之前白色那張貴啊 但是而且感覺有比之前的容易開很多 因為很多人都在中 還是因為這次那人都已經有經驗 所以他們都會一直花錢去買 會去爆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看一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第六代的 這也是科學肥龍獸 它跟那個第三代的那個名字是一樣的 但是樣子是不一樣的 然後有我們這個是多天地獸的完全體 這是在第六代的時候才有出現其實 這個設定因為以前他們剛出多天地獸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設定完全體 後來他們才補進去 就是在他們的圖鑑裡面 這是多天地獸的完全體 是非常不錯好用啊 如果你們有人跟我一樣 是喜歡玩多天地獸的話 這個是它的加強牌 然後這個是新的多天地獸 它不是627它是Lv6 而且效果也是蠻不錯 而且它只是U卡 就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有我們新的Digi Cross的Delay 如果你沒有看我之前的影片我就有講過 就是Digi Cross他們的那個故事背景設定是軍團 就是類似打仗這樣的東西 然後有分 這是我們的這個主題包 有出四個不同的軍團 就是黑色 藍色 紫色跟紅色 對 然後黑色就是壞人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所謂 全部人都在講 它的那個意圖版是青眼白龍 GammaMon的完全體 在我們現在在出這的這個最新的Digi Morin Go Scheme 好像是前這一集兩集才剛進化不了 那就出了卡牌 然後效果也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有這張卡 過他們就去炒作那個Promo版的書卡 非常的貴 差不多七八十塊一張 而且很多人都說這張東西很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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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打點再多都好啦 它的缺點就是它還是會死 所以 就是它還是會中option死 所以如果你講厲害的話 還是暴龍獸的那個MDX比較強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防暴防一些東西 嚇死我 還以為是黑色編 然後我剛才看到 以為是那個黑警卡 嚇死了 嚇死了 這次重點大家開的都是為了那個Alphamon 你說 Secret的GX JazzMon 跟Sharmon King的話 大家都沒有這樣期待 反而期待裡面的三個女生 Sistermon Venusmon 跟 殺骨牙獸的那個 巫女模式 這個是暴龍獸 Greymon 是Buffet的 那個 第二男主角的 Partner 是不是叫Partner 然後配率 這次的配率也是一樣喔 就是四到五張 就是如果你有 有些會四張 然後 一個 一圖版 或是三張 一個一圖版都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拿五張這樣子 然後這個 蓮藕獸 這個蓮藕啦 這個也不叫什麼 它的那個頭就是蓮藕 也是 重複又重複 重複又重複出的東西 就是一直炒的 反正是正常啦 因為寶可夢也是這樣嘛對不對 所以Digabone也不例外 有些東西他們就一直輸就好像 阿古獸這樣 阿古獸 有沒有黑金 我們就是要賭的是黑金卡 喔沒有 這個是 叫什麼啊 Dignaimon 這個也是現在蠻日門的卡組 很多人都在玩 因為它是它的那個完全體 它的SR level 6 是可以炸完全體的 它的究極體 Lv6 是可以拿來 炸人物卡 所以全部都很喜歡 因為 內人都很喜歡炸人物卡的 那些怪獸 這個是我們Pulsemon的其中一個究極體 因為Pulsemon 如果大家有玩手錶 你會知道Pulsemon 不只一個 究極體 它有很多個究極體 有一個最帥的是 那個什麼 阿修羅 阿修羅 那個 是叫阿修羅嗎 那個就是 那個蠻帥的 是我們的 人物卡 然後這次我這一單 它的 因為我本身是玩紫色 然後它紫色也沒有太多的 變強還是什麼 只是有多少星的 那個 嚇死我 以為是 意圖版 這個也不錯 因為它的紫色也沒有說 看起來特別厲害 就是它有一個叫巴古拉君的 那些 卡 然後有個大便獸這樣子 不是大便獸 其實那個叫 不要獸 不要獸 就是它 這個紫色 這個小屁孩用的 然後這個卡組 好像是蠻不錯玩的 就是 玩 玩開心是蠻不錯的 因為 它是蠻控制型的 它的所有怪獸 但是你說 拿來打比賽贏的話 我覺得是蠻難的 來我們看看 OK 我們的那個 保底的意圖還沒有出 現在這個是每一盒 都有一個保底 意圖或者是 secret card 我個人想要 中意圖多過 中secret card 因為 secret card太多 而且價錢不高 然後 三個女生的價錢 都 蠻高的 Vinusmon的AA有160 Sakuya有200 然後Systemmon也是差不多 200到300 其實蠻高的價錢 因為secret的價錢太低了 這次的 可能不是女生 那人都是 為女生角色的卡 超級瘋狂 所以我們開了這樣多 然後出了多個SR 出了一張吧 好不好 所以Vinusmon 對耶 我出了一張SR 然後全部在這裡 然後如果你們大家知道的話 如果你們買一盒新的對不對 如果你們常常開發 我就知道 其實這個 這個 數碼寶貝的這個 玩遊戲 它的那個卡盒 就是 它會有一邊 可能你說 你在左邊開到 一個SR 對不對 然後你會 同一邊你會開到很多東西 比較多 然後這個是Minewamon 這個很好笑耶 它的招數是 如果它 被消滅的話 它可以從粉底 叫一個5 或者是個Minewamon Minewamon 對 然後它會叫一個Mewamon 它會可以叫另外一個 就是在 C裡面它是一個 大 大一點的女神 這個是蘿莉版 然後就是它另外一個型態 重點是這個型態 沒有在這一旦出 所以我覺得 有可能在11 或者是03裡面會出 或者它會出什麼Promo卡 之類的東西 是蠻 蠻一個伏筆的 可能你看它出這個東西 它感覺 這個東西現在 感覺沒有什麼好用 其實它效果蠻強 但是蠻被動的 然後就停在這裡 因為它沒有了在叫 因為它效果是可以叫個Level 5 或者 是一個Mewamon 突然間是現在沒有 Mewamon這個怪 在BT1到BT10裡面沒有這個怪 所以我很好奇 在未來裡面 它會是一個怎樣的東西 就期待它會變很 就是它Confirm會加強的意思 就是它鐵定會去加強 有我們的Spa Rormon 沒有什麼特別 蠻期待 而且會是什麼顏色 紫色或者是 青色 因為它在動漫裡面 它是 玩蛇 然後又在森林裡面 感覺它是屬於青色比較多 但是它這個 它小時候 它小時候的版本 卻出在紫色 而且在 那個動漫裡面 它是跟 昨天聽說是 湊成CP的 所以分分鐘 就是CP連手的感覺 可能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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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東西了嗎 有喔 有了喔 好像是 喔喔喔 是 是我們的 MDX的E2版 還不錯吧 中等 沒有不好 也沒有不壞 還可以 還可以 這個還可以接受 但是本人沒有在玩Jazzmon 因為這個就是 親兒子的卡組 本人沒有在玩 首先放個套套先 是還不錯吧 就至少不是中那個 呃 現在 動漫 還在播出的 那三個主角的 AA 就是E2 因為那三個是蠻 蠻早的 我覺得 個人覺得蠻早的 我看到 因為價錢太低 而且它又不使用 除了那個 你說Gamamo的那個 剛才我說 他們都叫它請給 白龍門那張東西 之外 其他的東西都沒有太過 沒有價錢 Jerlymon 那個兔子 這個感覺是SR 不是它是R卡 但是我覺得是蠻非常好笑 它是R卡 然後它那個 感覺就是 哇好強的 很強的感覺 很像SR 黑色 那時候Alphamon也是 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超像SR的 現在我暫時還有兩張SR沒有出來 是什麼 奧米加秀MDX 又是這個多一張的奧米加秀MDX 這一張 它很蠻強一下 而且它大部分是給紅色跟 紅色跟藍色用吧 其他顏色蠻難用的 這個效果蠻強 它可以看對方的血條 然後選對方血條裡面其中一張牌 丟棄 就是可以選擇你的 Security裡面 丟你任何一張卡 是蠻強的 OK Systemmon 這張Systemmon 只是單單這樣子R卡 都有五塊錢 是多麼實用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的 不錯 Omegamon是不錯 不錯 然後看什麼 這個Option 有什麼特別 應該是 如果好的話 它會多一張SR 如果不好的話 就只有這四張 OK 就只有這四張東西 噓噓噓噓 沒有 這個 我們的KDF男 也非常沒有用的 這個男生 OK 在那個 動漫裡面是蠻討厭的 噓 沒有 它是只有四張的 四張的SR 朋友會講 欸 它就是有四張罷了 沒有 我昨天看著我朋友開 他開了四張SR 過後 他再開一個E圖出來 所以 是有機會開到四張SR 再加一個E圖的 然後 但是我就是開到三張 加一個 還是我漏了其實 來我們檢查一下 SR SR 這個不是就是R 然後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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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看起來像 但是它不是 然後這個也不是 這個也不是 這個也不是 裡面還有附送一包 就是 呃 基本的 就是人物卡 全圖 然後我們看看會是什麼 哦 哦 不要中三個 主角群的就好 OK 紫色的不錯 紫色的不錯 因為我還欠一張 剛剛好買了 所以 今天的這個BT10開箱 是個人覺得 呃 值不值得去買 我覺得不會太差 因為它的卡有一些是蠻實用的 然後 意圖版 除了就是 這個 Ghost Game裡面的那些之外 其實其他都還可以接受 不會太差 然後 Secret的話 也是特定卡組裡面需要的 也不會說好像 之前有個 七魔王 紫色的那一張 長得很像猴子的那個 很像 有個 惡魔角那個 那個是非常沒有用的 到現在我們在實戰上面 我沒有看到有人在玩那個東西 是非常沒有用的 這次的那個 你說 這次紅色的 至少 它還可以 就是給特定卡組 一定要用的 所以 還可以接受這次的BT10 所以 今天的這個 BT10開箱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留言分享 訂閱快訂閱我 拜拜啦